后天NCW疯狂三月决赛的舞台上 将会上演重磅对决 两位大学统治及内线要正面较量 在普渡中锋在跟一底靠着优异表现 率队杀入封三决赛之后 康大大人内线选修热门当那位肯林耿 也在对战阿拉巴马的半决赛中 出场29分钟 14投8中罚球两反两中 贡献18分5篮板4封盖的数据 率领先发全部得分上刷 帮助球队以86比72战胜对手 连续第二年挺进封三决赛 大家好我是Terry 其实本场阿拉巴马在外线投射上 还略强于康大 但NCW得内线者得天下 由当那位肯林耿坐镇篮下的康大内线 对阿拉巴马造成了极大杀伤 康大禁区得分以38比26完胜 篮板球则多抢了8个 封盖多送出3次 而接下来当那位肯林耿将会和贾巴尔奖得主 在跟一底正面对决 两人一个7尺2寸218公分身高 一个7尺4寸224公分身高 一个拥有今年选秀前十顺位的行情 一个拥有选秀乐透区的行情 这场较量也被康大教练称作 两位巨人之间的对话 除了当那位肯林耿之外 康大另外一位选秀热门 五星大医生Steven Castle 砍下全队最高分 他在这样的硬仗中 出战30分钟 13拖7中 3分6投2中 罚球6罚5中 贡献21分 五篮板两助攻一抢断 全场只出现一次失误 这位先高6尺6寸198公分的后卫 如果在接下来的决赛 还有出色发挥 选秀行情将有机会从乐透区 干尽前十顺位 然后全美最佳控球后卫奖 鲍博库西奖得主 Tristan Newton 本场贡献12分 三篮板九助攻 阿拉巴马大学这边 全队三人得分上双 虽然最终输球 但他们也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大四前锋Grant Nielsen 得到19分15篮板 并在当那位肯林耿头上 完成热血爆扣 而大四核心后卫 Mark Sears则出战40分钟 14投9中 三分球六投三中 罚球四发三中 砍下全场最高的24分 外加五篮板 三助攻的数据 在他的带领下 阿拉巴马全队 三分线外出手23次 命中11季 三分命中率高达48% 整个封三期间 Mark Sears在五场比赛中 场均砍下24.2分 5.3篮板 3.6助攻 1.4抢断 投篮命中率53.2% 三分球命中率45.5% 罚球命中率高达82.6% 是最好的外线得分手之一 赛后奥本大学民宿 查尔斯巴克利 专门和他握手拥抱 以示鼓励 就这样本届疯狂三月 还有之后一场比赛要打 两支封三竞胜分最高的球队 将一决高下 谁会夺得今年的全美冠决 谁又会成为封三MOP 后天揭晓结果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